今晚邀請兩位立法會議員和我們一起談談 今次人大委員長張德剛來到香港視察有什麼啟示 包括有民主黨主席劉慧卿 也有民建聯葉國謙,也是行會成員 其實這幾天都看到灣仔區都可以說得上嚴密報防 警方說今次是反恐的保安行動 並且勢微到派人上獅子山駐守防止市民掛兵 其實今次是真的有反恐的需要,還是警方誇大了? 我相信是有反恐的需要 不過市山肯定跟反恐有一點,不是十分有接觸的關係 確實現在作出反恐的安排,我們香港比較少 我印象中好像航龍來的時候,都不是 所以這是第一次,我覺得他的見機一定是在情報上的搜集 以及世界的反恐的情報資料 情報我們不知道,但是我看到很多市民 就算我們立法會議員,有些都覺得當局反應過敏了 可能他是想起這個農曆年的時候旺角的事件 當時警方被人批評 就是說他很多事情都是很慢的反應 但是無論他怎樣都好,保安 就不要令到委員長 是真的沒有機會去接觸到群眾 但現在就是三個示威區,好像很遠的 特別有人提到保安區,根本就沒有說多大 確實你作為反恐,就變成了安全第一的保護 某方面的政府政要或者官員 這是最主要的目標 那你如果將那個保安區,你都清楚說出來 我相信這一點也未必是合適於一個 不是啊,昨天我看大律師公會代表都說 他不可能不說的 如果你不說,你對所有人都不公道 你市民無緣無故進入保安區 別人在做事,你的界限應該清楚 難道怎樣?哪裏是保安區? 我說是不是? 那不行啊,怎可以這樣? 以往都不是這樣做事 我相信傳媒知識到大的範圍 你說小的範圍下面 再準確到地圖 這個位置到哪裏 我相信可能是指於一點上 因為現在大家的市民都不會走去匯治影高附近的 那就是市民的大範圍下面 沒錯,他亦沒有安排 這個委員長會在這個場合 和市民方面的見面 他亦安排了一些場合 是有機會和香港市民的 正如他所提及到的 這次來想聽聽,看看 那是否限制了市民表達意見和新聞採訪的自由? 會不會? 市民表達來說,在這樣的反恐的報紙之中 你說普通人能夠接近身的機會 真是不高的 生日密禁 因為你一定是取代價的 你要取安全 或者是更加走到市民的裏面 這是要考慮的 你說傳媒,我就不覺得傳媒有什麼機會 傳媒跟我吵了幾天 因為他完全都覺得沒有下落 都不知道自己是哪裡 最初都不知道是哪個位置 現在都不太清楚 可能說瑞安那裏有 總而言之,我希望 我知道是會展裏面 應該是全部都不給的 除了批准那些官媒 拍了給大家 那些什麼可能 完全都不給的 是不是需要這樣呢 是不是北京的要求 或者是特區政府過度去小心呢 我覺得有些事情是要找一個平衡的 你這麼開心來到 又說拿習主席來問香港人 全部都鎖到實在 什麼都看不到,聽不到 那就是很諷刺 轉換話題 今天第一天來 其實重頭戲就是明天 明天晚上有個晚宴 你又會去 之前是一個小規模的 酒會 是一個酒會 其實你之前都說過 是一個有點不尋常 但是同時是否也有一個破格的安排 這次這樣 我主要覺得是 未曾做過的 我不知道他們建制派有多少機會 是這麼近距離 跟這個政治局常委的 第三把交椅去接觸 跟我們民主派一定沒有 而我亦都相信這是北京的決定 一定不是梁濟英 我亦都不覺得梁濟英會歡迎 我們這麼近距離 跟委員長說不要讓他做 叫他下台 所以 但是為什麼北京會決定這樣做呢 這個大家不知道 我亦都沒有資料去猜測 我唯一希望就是 北京是了解到 希望是有些 除了今次的見面 將來都有一些比較恒常的機制 是可以讓他跟香港各界 包括民主派的人士會面 阿謙有沒有收到什麼消息 為什麼今次會有這個破格安排 我自己每年都有機會跟委員長 都有見面 他現在叫做參觀 或者叫做時策 我覺得他應該要多方面 聽、看都要多方面 不同政見、不同的看法 作為委員長 並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主攻香港 他是小組的組長 所以這個安排 在我記憶之中 是第一次 我覺得這一點是一件好事 近距離接觸 有幾個訴求 第一是撤換特首 第二是重啟政改 還有回鄉政 但其實整個世規無見面 會只有40分鐘 會不會覺得姿態多於實際 沒有緊要 有些事情 我相信有個開始的 但他最初說請吃飯 大家覺得吃飯是不能談的 所以我們民主派的議員 大家說不要去 原來又說請大家去談 可能是特區政府的操作上有些問題 如果兩張邀請一起發出 又可以去談 又可以吃飯 我相信後果不會是這樣 你們會去的 如果 我相信我們有些議員會去的 其他有些議員都可能會去 另外回鄉政那裡 是不是說 就是必定會看的 看又如何 如果葉國謙議員說 他們說民建聯經常都很支持 阿謙你會不會說 阿謙你覺得 有需要我們當然 其實我們都 一直表達了 郭州里回鄉政的情況 都是要給我們香港市民 特別是 如果是我們的市民代表 其實這一點 讓大家回去看看內地 我想想可能改變很大 整個範圍 香港市民都應該有機會回到內地 去見一下那個發展 你都可以看到 我們香港現在真的走得很慢 我其實一直都很支持 並且都一直推動 都很靠你 不能靠誰 這事實上是合適的做法 我們一直都在推動 我都聽到有些人說 就是內地的人都是贊成的 不過他就不夠高級 所以就動不了 他說現在委員長來到 都是一個好的時機 但是不知道怎樣 你剛才提過 這次張德剛來說是用視察的 其實我們看到就算11年的時候 時任副總理李克強來到香港的時候 是用訪問的 現在用了視察 其實是不是政策改變? 對中央和特區的關係 中央擺得比較正 或者是將它規範化 大家看到過往 可能上去述職的時候 都是坐上梳化椅的說話 現在不是了 現在坐上桌子 大家之間來討論 有關問題 要報告香港的情況 同樣道理 你確實這個國家的元首 要主攻香港 怎麼會來香港訪問呢? 不是訪問的用詞 但一向是用訪問的 那這個就未必是準確用詞 你說來到一個視察 這個又是顯示出 他實際來香港的安排 那個字就是因為一向沒有用 所以這次這樣用 是有些市民的 是不太舒服 不過其實字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他來到 是說些什麼 是不是好像軍臨天下 罵你一大身 或是表示很關心香港的事 希望中央會聆聽到市民 為什麼這麼多人這麼躁動 為什麼有些人說要搞獨立 所以這些反而是最重要 我們今天時間所限 就討論到這裡 多謝兩位 今次張德光來到香港 講明要看、聽和講 大家特別關注 他會不會講到港獨議題 近年有不少政治組織紛紛成立 亦都想註冊為社團或有限公司 但遇上了不少阻礙 我們亦都去探討過 我們還能按照 我們要看